你現在看到的全部都是黃體素 德泰隆口服的 這個寬液隆是用塞的 這是用打針 這是用打針 這是油針 這是水針 那到底黃體素要多少 在室館要採購 我最近在Fertility Services 有一個非常大篇文章 他說好像在周梅場一樣 那我大概很快的講重點 第一個 如果是低於死的話 鐵錠是不好的 換句話說死是最低的 minimum request 最低要求 所以死是必要的 那高高高高高高高 有沒有一個天花板 或者是說過高不好 有一篇是超過30是不好 只有那麼一篇 但是很多篇都是低 會增加流產力 減少懷孕率 所以換句話說黃體素怕低不怕高 那這個低是哪裡 是死 那死是血液抽的 到底子宮內末是多少 子宮內末會不會飽和 就不會 好像吃飽了就不會再吃 會 子宮內末就是大概 在血液中是死的話 子宮內末就是3.14 就超過3.14 就到此為止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算 如果是我們只要讓病人 吃的塞的打的全部加總的話 它的至少要10.6 那它有一個換算碼還到22 所以我們引用的一個 paper是22到32是要求 超過30可能不太好 那你會發現我們的病人 一個也每個人都吃又塞又打 奇怪 這個人7.5 那個人57 那發生什麼事情 每個人的吸收的能力不一 你生過孩子 你住在歐洲 美國 非洲 多胖 搓淹這個多會影響 搓淹會減少黃體素濃度 胖會減少黃體素濃度 住在歐洲的女子 它的黃體素 一樣跟美國人吃的一樣 它還是比較低 還有生過兩次 三次的 我強調不是婆婆產 是自然產 因為它的陰道被小孩子的頭驚軌 所以它的吸收黃體素比較低 所以胎智 種子 體重 抽菸 抽菸的人比較低 這個都要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病人 有時候病人奇怪沒事怎麼會抽到57 那這個人就是個位數 就在這裡 就是每個人的吸收差異性是不一的 總之結論就是最少要10.6 那我們如果說在 只是當天發現10.6 不夠怎麼辦 就是補打一個水蒸或油蒸 這樣就可以了